今天我们18岁以下的孩子 所占的比例是23.1% 23.1% 比我们前两天还要再往上提升 华严幸福26号下午还拿出数据 振振有词表示在家远居的学生 确诊比例对比16、17号的20.3%不减反增 原先还表示没有要延长远居规划 决定下周实体上课 但眼看正要成为独行侠 紧急公告高中以下学校暂停实体课程 改成线上教学持续到6月2号 而在高雄有学校抢先公布恢复实体课 之后又紧急下架 标示要等市府统一宣布 我们延长居家远居教学 那包括这个学校还有公立幼儿园 还有补习班还有课照中心 这部分我们下礼拜延续延长下去的远居教学 是5月30号到6月5号 居家线上远居教学 确定延长如果家长无法照顾子女 还是能送到学校 而学生最关心的毕业典礼则会照常举办 到校接种疫苗的规划也持续进行 家长对于持续远居教学 虽然得要拨出人力照顾 但顾及安全也能接受 全南二十一线市几乎都延长到6月2号以后 唯独新北市不跟进 持续让各区学校因地质疑 不过相较远距家长更担心的是直接放暑假 这样表示线上远距教学品质已经稍稍打折扣 如果后半段学习又被迫中断 提前放假担心孩子受教 会有影响TVBS新闻总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